这座两层楼的专造建筑 在日本统治时期曾作为存放黄金的地方 台经公司一开始曾短暂地将这里作为炼金所用 虽然后来炼金的主要场所转移到水滥洞 但炼金楼的名称仍留了下来 现在一楼二楼室内规划为特展室 展览水晶酒一带矿业相关文史资料的展演空间 二楼还有互动式荧幕 让游客能透过触控加深对水晶酒的了解 此外在二楼的露台可以远眺四周 将基隆山、茶湖山、金瓜石聚落等美景尽收眼底